詞曲 李宗盛 你就好了,這次是東南亞之旅 吃了不少美食吧 說到叫聲嘆氣,一定有事發生 當時看到街邊海鮮檔,聞到很香 我想海鮮是否煮熟,就買了來吃 後來回到香港大概三個星期 就開始又累,又沒有胃口 小便色還深得像茶一樣 後來看醫生,才知道中了甲型肝炎 剛剛才康復 等你下次,甚麼都爆口 不敢吧 其實甲型肝炎還有甚麼病徵呢 永森,你做護士,知道嗎 甲型肝炎的病徵其實不明顯 一般會變得容易疲倦 甚至會出現輕微發燒 肌肉痛,頭痛,食慾不振 最明顯是皮膚和眼白變黃 還有茶尿等等 而潛伏期有兩至六個星期 所以你回到香港才發病 那肝炎,即肝臟細胞發炎 沒錯 在香港,常見的肝炎 都是由過濾性病毒引起的 其他成因就包括 酒精,藥物,化學劑和遺傳病等 那甲型肝炎會有甚麼傳播途徑呢 主要在腸道傳染 就是病毒由病人大便時排出體外 再經由受病毒污染的食物而傳播 吃了一些受病毒污染 而又未經煮熟的食物或食水 就會感染的 特別是蠔、蜆、胰背和善背等 這些背殼類海產 去旅行,你甚麼都不能吃 再種多一次甲型肝炎的話 會不會做了長期大病毒者 看你們緊張得 甲型肝炎患者是不會成為長期大病毒者的 一般都會自己康復 而且還會產生終身抗體、免疫 只有極少數的病例 會發展成肝臟衰竭,甚至死亡 在香港,甲型肝炎的傳播趨勢 跟其他已發展國家相似 而感染人數在過去二十年間逐步下降 而感染者年齡則上升 在香港,大部分三十歲以下的青年 都從未受感染 所以沒有免疫力 一旦病毒流行的時候 感染人數就可能會突然激增 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嗯,現在是沒有治療 甲型肝炎的有效藥物 所以預防功夫特別重要 我們要時刻注意個人衛生 時刻保持雙手清潔 預備食物前、食物前和預刺後 都應該用肥皂和清水洗手 注意飲食衛生 食水要煮滾才好喝 所有食物,特別是貝殼類海產食物 都應清洗乾淨 煮滾至少五分鐘後才吃 甲型肝炎病毒在攝氏85度煮一分鐘才會死亡 生和熟的食物要分開處理和存放 以免交叉感染 還有環境衛生 適當處理污水和排泄物 妥善處理和儲存食水 廚房飲食用具要保持清潔 這樣說的話 做飲食行業的人 如果感染了甲型肝炎 豈不是很容易傳播給顧客和公眾嗎 對,所以他們要加緊注意 個人、食物和環境衛生 可以考慮接受甲型肝炎疫苗 話說,我下個月要去東南亞公過了 可以出發前去打甲型肝炎疫苗 我們用已失去活性的甲型肝炎病毒 來做甲型肝炎疫苗 接受注射後 身體會產生抗體 就會有甲型肝炎病毒的免疫力 大部分30歲以上的本地人士 有可能已接觸過甲型肝炎 並對病毒產生免疫能力 為避免不必要的注射 就要驗血 若測試顯示未有甲型肝炎抗體 才接受疫苗注射 甲型肝炎疫苗注射計劃 要做兩次注射 第二次疫苗注射 通常在第一次注射的6至18個月 接受第一次疫苗注射之後 人體是需要一個月時間 去產生有效抗體 不過,現在未有甲型肝炎疫苗 適用於一歲以下兒童 我下個月就開,做不切 可以注射甲型肝炎免疫球蛋白 會有3至5個月的免疫保障 既然我經常都要去甲型肝炎病毒傳播廣發地區 都是盡早安排血液檢查 以及接種甲型肝炎疫苗 問問家庭醫生或任何註冊西醫吧 說了這麼久 因為我們的肝臟在哪裡呢 肝臟其實在這裡 千萬不要小看它 對身體很重要 例如是分泌膽質 幫身體將脂肪吸收 解毒和新陳代謝 所以不要傷肝 以後要小心飲食 不要隨便說不要傷肝 謝謝 謝謝 哇